今天是6月20號 星期四 祝福大家 都有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的美股是修飾 昨天晚上修飾 台子夜盤是小幅度的 上漲了9點左右 所以預計說今天的台股 可能會稍微的量縮震盪 以各股表現為主 你去看 其實我從上禮拜 我就一直告訴大家 不要去預設立場 上禮拜跟前一個禮拜 我就說嘛 市場在討論什麼時候要佔上22000點 你相信我再過不久 市場就會開始討論23000點 是不是 昨天真的佔上了23000點 我再告訴大家 你不要不相信 現在不進場 再過一到兩個禮拜 市場又會開始討論24000點 因為這就是整個AI所帶來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說 我要告訴大家說 以AI來講 我覺得AI這一次所帶來的變化 它已經不叫做工業革命了 AI所帶來的變化 它叫做金融革命 什麼叫做金融革命 其實我跟你講 所謂的金融革命 就是當有一項產品 大家從來沒見過的產品 前所未有的產品問世 它會帶動整個供應鏈 獲利大爆發 那也會帶動整個市場的想像空間變大 那當獲利大爆發 想像空間又變大 這會發生什麼事 這會讓市場願意給個股的本益比 會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看 現在很多股票 它的預估本益比 都已經噴到了30倍40倍 跟我們原本認知的 是高了很多喔 可能說原本市場覺得說 一間公司 本益比20倍就已經很高了 但是現在整個市場 因為想像空間太大 願意給到30 40倍的本益比 這就叫做金融革命 所以我告訴大家 很多股票真的都還沒漲完 我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所以如果說 以今天的三大重點來講 以今天的三大重點 當日以今天的關鍵價位 多空關鍵價 因為說怕有些投資人會誤會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 當日多空關鍵價 這是適用於今日喔 不要把它用到明天 每天籌碼都會有變化 每天我都會幫大家追蹤 所以你每天早上8點半 都要準時收看 沒時間也沒關係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 在我Light裡面的YouTube頻道 也都會發布影片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來講 多空的關鍵價位 就是23050 你可以去把它記下來 就以今天來講 如果你是做指數投資人 這個價位很好用 這個價位怎麼用 23050如果說跌破 一路往下回跌回跌回跌 那在23050之下 我們就是去找買點 可能說跌下去 稍微質問 就可以去做多 那或是說 準備跌破23050 可以去試個短空 去做個短空這樣下去 或是說如果站穩23050 可以去做個短多 去往上拉 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多空的關鍵價 這真的很好用 所以給大家去做參考 因為其實說 如果說以掐權指數來講 23050再往下去看 最大量的關鍵價位 是在22800 但是我覺得22800 距離現在的指數 位置落差太大了 那個價位也不會來 所以去看22800 其實沒什麼意義 我們就再往上去看一點 下一個關鍵價就是2305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以全直股來講 看法不變 台積電 鴻海跟聯發科 甚至廣達 我覺得長線一定都還沒漲完 但是如果說短線上來講 它到底到什麼樣的價位 會稍微有點過熱 等一下我再來告訴大家 那總之就是說 聯發科鴻海跟台積電 它這些長線都一定是看好 那如果要買的話 還是一樣 建議分批佈局 你如果不要建議佈局 就是長報 就是說這種大型全資股 你要嘛就放個半年 要嘛你就分批佈局 要嘛你就去買這種小型股 因為這種大型全資股 再怎麼強再怎麼漲 它畢竟延續性都還是有限 其實說鴻海台積電 漲個5到10% 這就很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說 買的方式跟買的 想法還是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就是不要把它當成短線操作 那你短線上來講 還是就像我講的 因為目前畢竟指數高 確實是高 相對位階來講 你不要說它現在本益比怎麼樣 你光是用看的 兩萬三千點 市場投資人就會擔心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點要買 很簡單 一樣去朝向低位階的 要嘛買產業股底 要嘛買預估本益比偏低 要嘛就買今年上半年都沒漲過的 要嘛就買庫存還沒消化完畢 就這種 還沒正式復甦 股價還沒完全反應的產業 這種就是低風險而且高報酬 所以 包含像瓶蓋股 因為就像我講的 瓶蓋股在上半年幾乎都沒有漲 包含說玉金光 大力光 華通 真頂等等的 這都叫做瓶蓋股 甚至包含鴻海 台積電 也都叫做瓶蓋股 所以瓶蓋股下半年都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矽晶圓 其實說矽晶圓產業這個產業 它因為庫存消化速度比較慢 因為矽晶圓這個東西 它應用的層面比較廣 有包含成熟製程 有包含先進製程 所以基本上矽晶圓 它的真正的爆發期 是落在2025年 不是今年 今年可以算是它 大的谷底 如果說它的爆發期是落在2025年 我覺得它從今年的下半年 會開始慢慢的去反應 慢慢反應 不是說馬上這樣漲 所以你看昨天 環球金 中美金 甚至合金 是不是都開始慢慢漲上來了 所以這種就叫做低位階低基期 還有包含像生計 7月份本來就是生計一月 每年的7月都是生計一月 所以我覺得說生計這一塊 尤其是當大盤在高檔 可能說電子股稍微的震盪 稍微的有賣壓 資金就會轉移到位階比較低的生計類股 生計類股包含說新藥 學民藥 原料藥 CDMO 這些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如果說以風險來去區分的話 新藥當然就是最高的 像藥花藥 風險最低的一定就是CDMO CDMO就是寶瑞 跟永鑫這些都是 還有說 營收相對穩定 而且爆發力又強的 就是學民藥 包含說智芹 包含說像是美食 這些都是 這一塊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所以整體來講 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是持續朝向低位階的個股 下去做布局 因為其實說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國際股市 來國際股市來講 昨天美股沒開盤 那我們看一下歐股 如果說以歐股來講 昨天還是小幅度的震盪 其實就像我講的 以目前全球股市來講 唯一的風險是落在法國股市 因為法國股市目前內部的政局 比較不確定數比較高 有可能會 有可能會換執政黨 所以法國股市目前變數是比較大 變數比較大 它可能會拖累到其他的 因為說大家要知道 就以歐盟這個國家來講 它的聯動性是非常高 尤其是G7 G7的聯動性非常高 它只要說有一個國家的股市在跌 其他股市就容易被影響到 但是因為法國股市跟台股 它的產業結構落差太大了 法國股市都是以內需為主 所以基本上法國股市再怎麼跌 頂多頂多是影響到道琼 很難再影響到台股 因為產業結構落差很大 所以我覺得說這就完全不需要去做擔心 所以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像現在的日經 現在日經是開盤狀態 日經又是回跌了0.5% 其實你去看 我覺得在接下來的半年 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整個資金會集中在特定的供應鏈 或集中在特定的AEI族群上面 因為你看日本股市其實不差 只能說小幅震盪 一樣是看好早晚會站上月線跟季線 現在是小跌了0.5%左右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看韓國股市 有沒有 這個時間 現在韓國股市是開盤的 現在的韓國股市是 右上漲了0.1% 你去看 為什麼以亞洲股市來講 韓國股市非常非常強 一路這樣往上走 這是非常漂亮的V型反轉 但是日本股市 有沒有 也不會說落到哪裡去 但是相對就是橫盤整理震盪 那再看台股 有沒有 它漲了就很像韓國股市 一路這樣往上拉 其實這最大的關鍵就在於說 畫面給我 最大的關鍵就在於說 韓國股市跟台股 它的結構是比較相近一點 因為說以台股來講 台股很大的比重是落在AI這一群 AI包含說台積電 聯發科跟鴻海等等的 那韓國股市其實它 它很大很大的優勢 是在記憶體這部分 海力士 所以你去看 包含說很多的國際券商 或是像是 像是美光 美國的美光 近期都是一直在大漲 那美光大漲 帶動的不會是台股 台股不是記憶體的龍頭 韓國股市才是記憶體的龍頭 所以你看 AI的發展 帶動記憶體 就是高頻寬記憶體的需求大爆發 所以美光在大漲 那美光大漲最大的受惠產業 叫做海力士 就是韓國股市 所以韓國股市一直在大漲 就是這樣的關鍵 那以台股來講 你如果說真的要出最大受惠股 就是輝達 沒有錯吧 輝達技術門檻太強 他的產品太厲害 一直在大漲 輝達大漲 就會帶動台股的台積電 相關供應鏈持續在大漲 那輝達跟美光 都是因為AI的誕生 營收開始出現爆發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說 AI所帶來的效應 它叫做金融革命 它的想像空間 絕對比你想的還要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預設立場 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是盡量去賺 行情沒有這麼容易結束 你相信我至少到 我們先不要講明年 至少到今年底 這個大方向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就是放心的去買 放心的去賺 不知道怎麼買 加入我們的Light 我直接帶你來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我們的台股來看 回到我們的台股來看 我們這樣 全值股這樣慢慢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跟大家說 其實因為大家都會講 每次都是漲台積電 漲聯發科 漲鴻海煩死 大家都很討厭這種盤 我知道 因為就以昨天來講 昨天的指數是上漲了 將近500點 大概是460多點左右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扣除掉鴻海 扣除掉聯發科 扣除掉台積電 昨天台股是跌的 昨天台股是跌20點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沒有台積電 沒有鴻海 沒有聯發科 昨天你完全不會覺得 指數佔上2萬3千點了 這就是大家最討厭的盤勢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就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你不經過這樣子的拉台指數 中小型股你的空間也拉不大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不用去討厭拉基盤 因為這是必經的過程 你一定要經歷過 撐過之後 中小型股空間才會大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說 就以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台積電上1千 聽好了 上1千 短線上會開始震盪 不要跟我說我的極限就是 不要跟我說台積電 它上看就是1千 是說短線 長線一定是過1千 但是如果說以短線上來講 你說什麼樣的價位 它會開始出現賣壓出現震盪 就是1千 不相信你去驗證 你看喔 為什麼我當時在700多塊 4月份嘛 當時在700多塊 740而已 我一直跟大家說 台積電你就閉著眼睛買 無腦去買 800元以下你就無腦去買 不要動腦袋 你動腦袋你就買不下去 無腦去買 你現在賺到翻掉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4月份我就講了吧 台積電800元以下是便宜 1千元以下叫做合力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 邏輯出來 因為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股價會往後一年去反應 那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在目前的在手定案來看 2025年 至少可以賺個48到50塊錢左右 48到50塊錢左右 給個全世界都認同的本益比 20倍就好 20倍本益比 台積電在2025年的價值 就是1千 那我覺得說 以目前的行情來講 一間公司 反應到 未來一年的獲利 差不多 就是說 它只要去反應到 2025年的預估獲利 這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 如果說這間公司 它去反應到 2026的獲利狀況 我覺得這就有點過頭了 這個就有點過熱的狀況出現 因為我覺得說 往後一年反應 這OK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往後兩年去反應 這就有點誇張了 所以我覺得說 這些全職股 它什麼時候會過熱 什麼時候說不要再去追 我們就是去抓 以2025年的獲利 當成是一個 有沒有過熱的標準 那如果說以台積電來講 就是1千 我就說上1千 或點到1千 就會開始震盪 台積電震盪指數就會震盪 指數震盪 中小型股就會補漲 所以你可以去驗證 包含像是 2454的聯發科 2454的聯發科 其實說我們當時也講 1千元以下 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那我覺得說 以聯發科來講 因為聯發科 它目前的在手定案來看 2025 不是2024 2025它的預估EPS 大約是落在70塊上下 那以70塊上下來講 一樣給個全世界認同的 本益比20倍 所以我覺得說 聯發科就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以後可能會再上修 這是有機會的 但是以目前狀況來看 聯發科它如果反映到 2025年的獲利 它一個比較合理的價值 就是1千4百元 所以我覺得說 聯發科過1千4以上 它的風險會大於它的利潤 就不建議再下去做追價 所以我覺得說 聯發科在這個時間 它已經不是一個好的買點 就可能會稍微的去做震盪 所以其實說 以目前的行情來看 大型股就是先不要去做追價 中小型股 我們反而要反向下去做布局 所以把握機會 不知道怎麼買 現在一定要進場 尤其是今天台股預計會亮縮震盪 直接打電話 或直接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我直接帶你來買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樣的股票 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現在的台子期貨 小漲了大約是20點左右 所以今天預計指數會小幅震盪 因為畢竟昨天美股也沒開牌 沒有什麼影響因素 小幅震盪就是以個股表現為主 我就說 現在這種行情 行情這麼大 拜託格局不要太小 這種行情要賺就是賺大的 我們要看就是看整個下半年 什麼好的股票 位階低的 現在就要開始買 因為這種行情真的可以 可以叫做金融革命 就是很多個股的本益比 預估獲利都被調得非常誇張 重點是市場還買單 所以這種行情真的要好好把握 因為你說 上一次可以媲美這樣子行情的 我覺得大概就是上一次iPhone 第一支iPhone出來 就有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說第一支iPhone過了之後 就這一大段時間 其實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實質的產品 能夠跟iPhone比 你說什麼AR頭盔 VR頭盔 或元宇宙 這個就不用講了嘛 吵個兩三個月就沒了 是不是 所以目前就是好好把握 好的我們繼續看一下全支股 以全支股來講 剛剛講過了嘛 台積電預計1000上下會開始震盪 聯發科預計目前的價位 當然說裡面會有一些籌碼 因素等等的 但是如果說單純去看它的價值的話 可能說到目前它會開始小幅震盪 給大家去做參考 包含像是鴻海 如果說以鴻海來講 鴻海其實目前的空間 算是全支股裡面相對來講 是比較大一點的 這邏輯很簡單 我一直跟大家說 如果說個股要去做比價 一定是同產業 同樣商品結構 同樣的時間點下去做比價 鴻海它主要就是 組裝跟代工的ODM 鴻海是去跟廣達去做比價 不是說股價去比照 而是說它的位階去比照 位階不是股價 好那我們去看廣達 廣達昨天又是漲停板 最高來到320元 好那我覺得說廣達其實 320元的價格 短線上 我在強調短線 短線上其實也差不多了 就是說 短線上它要再續噴的機率 我覺得是比較低啦 可能會稍微震盪 那等到下個月 或下一季的營收開出來 全年獲利上調 股價才會再有空間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以廣達來講 320元的價格 它的預估本益比 已經到達了20倍 大約是20倍整 因為廣達在明年的獲利 那 預估獲利再搭配上320元的價格 它預估本益比就在20倍 所以我覺得說廣達到320元 可能也會稍微去做震盪 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你看喔 廣達目前如果說 以2025年的預估獲利來看 預估本益比20倍了嘛 但是如果說以鴻海來講 鴻海如果說以2025年的獲利來看 其實目前的股價真的很低 我們就一樣去比照廣達 如果說以比照廣達來講 鴻海明年預估可以賺到14塊 預估可以賺到14塊 給個20倍本益比 至少是280 長線來看至少是280 但是我覺得說我現在跟你講280 這個又太遠了 我們就先看2024的獲利 以2024的獲利來講 就像我講的鴻海大概是賺11到12 大概11.5到12 那11.5到12 我們就給個20倍本益比就好 也不用多 就比照廣達給個20倍 它的合理的價值 就大約是240元 所以我覺得說以全資股來講 目前位置還是比較低的 還是在鴻海這裡 你可以去驗證 當時鴻海在100 我也跟你說鴻海這次來真的 一路漲到170 漲到170我也告訴大家 鴻海還沒漲完會上看二字頭 真的上看二字頭 現在上看二字頭了 我再告訴大家 上看240 你自己去驗證 好這是大型股的部分 那以中小型股來講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中小型股建議還是以低位階 跟產業股底的個股下去做佈局為主 就像矽晶圓 那我再強調一次 產業股底的佈局 絕對都是逢低去買 就是不是說你今天買隔天要大漲個一根漲停板 不是 如果你說買便宜的股票 一定就是逢低下去做買賣 6488的環球金 有沒有 它這個幾乎是一個長線大底 但因為說矽晶圓這個產業 大家要知道矽晶圓的應用 不只應用在先進製程 它是先進製程 成熟製程 全部都有應用到矽晶圓 那成熟製程本來它的復甦期就比較慢 所以矽晶圓一定會被拖累到 那因為說成熟製程 它在下半年開始慢慢的好轉 需求也還沒回來 那就慢慢的好轉而已 那預計2025才是爆發期 那當成熟製程開始慢慢的好轉 對於矽晶圓產業來講 它也會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6488的環球金 5483的中美金 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這些都沒問題 那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節目上 所講的所分享的 都是大方向 都是大方向 那你說你要更精準的個股 這個產業裡面要買哪一檔 那這些股票 哪裡才是精準的買賣點 這就是我們會員的權益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說精準的個股 那個股再更精準的買賣點 你可以打電話 或加入我們的Light 下去做詢問 所以這是整個矽晶圓產業 那包含說蘋蓋 蘋蓋也是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說 蘋蓋股在這幾年幾乎是沒有上漲 我覺得蘋果的iPhone 已經有一點進入高原期了 但是 這一次推出新的AI Siri 它是有可能會讓蘋果從高原期 又重新再往上推升一段 這是有機會 就是迎來第二春 蘋果的第二春 就是靠這次的iPhone 16 真的 不然我覺得蘋果真的是 會開始走下坡 因為它已經到極限了 再怎麼發展怎麼研發 就差不多是這樣 我覺得這支iPhone 16很重要 所以你看 3708的大力光 有沒有 前一個禮拜講完之後 一路往上漲 上禮拜我還跟大家講 大力光身為曾經的古王 身為高階鏡頭的龍頭 今年大力光 預估要賺170-172 2200元的價格 預估本益比只有13倍 只有13倍能看嗎 是不是 結果從2200漲到2700 沒有問題 3406的預金光 有沒有 也是一路這樣漲上來 當時我也是講 550的價格 預估本益比只有大概是14倍 也是不合理 一路漲上來 那當預金光跟大力光 都漲上來之後 也不用去追 反向去留意 蘋果佔比一樣很高 位階一樣很低的PCB廠 4958的真頂 昨天也噴上來 是不是 這就是產業 這就是提前佈局 包括像是23 2313的華通也是 有沒有 昨天也都漲上來 所以我覺得說 這些整個低位這些族群 都可以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3443的創意 IP族群 3661的世新 這些都很值得逢低布局 就是說你把眼光放遠 以下半年來講 它的空間真的非常大 所以把握機會 不知道要買什麼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因為預計成交量會下滑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NE 到收盤之前 我直接帶你買新的搶勢股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